这桩在比特币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门头沟事件 经过十年漫长的等待之后 终于要迎来最后的大结局了 导致比特币价格崩盘 到底门头沟这次怎么赔偿 债权人会不会抛售砸盘币圈 不管你是不是圈内人 相信这期节目对你都有启发 Hi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社长带你看日本 大家好 我是社长刘洋 2024年6月24日 一则有关门头沟的消息惊动整个币圈 门头沟交易所正式发出通知说 他们已经准备妥当 从7月份开始 将会以BTC BCH加现金的组合形式赔偿债权人 经过十年漫长的等待之后 门头沟事件终于要迎来最后的大结局了 在过去几年里 几乎每年都有关于门头沟要开始赔偿的消息 从而砸盘整个币市 让币圈的朋友们痛不欲生 很多朋友疑问 是不是今年又要出来忽悠人 这次市场从门头沟所在国日本亲自认证 真的不是忽悠人 大家要做好防冲击姿势 另外未来AEI元宇宙等领域的发展 都离不开数字货币的存在 不管你是不是圈内人 相信这期节目对你都有启发 很多币圈的朋友着急知道到底怎么赔 会不会对市场造成大的冲击 别急 今天咱们先来了解一下 门头沟的前世今生 下期节目 先让帮大家研究一下具体的赔偿方案 如果你不是币圈人 说起门头沟 你可能首先会想起北京的门头沟区 但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门头沟 它可不是中国的地名 也跟北京门头沟区没有任何关系 它是一家位于日本的比特币交易所 叫做Montgox 因为谐音的关系 在中文币圈就被大家称作为门头沟 门头沟早在2010年就开始交易比特币 是最早的比特币交易平台之一 得益于成立早的先发优势 门头沟很快就做到了世界第一 高峰时期甚至占据了比特币市场80%的交易量 在那个时候你只要提到买卖比特币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门头沟 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 就在2014年2月28日 风光无限的门头沟交易所突然宣布破产 说是被黑客盗走了85万枚比特币 门头沟已经资不抵债 无法正常运营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桩在比特币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门头沟事件 门头沟的故事要从他的创始人说起 虽然大家熟悉的门头沟是一家日本交易所 其实他起源于美国 他的创始人是一个叫杰德·麦卡勒布的技术天才 杰德1975年出生 是一位美国程序员 他在创立门头沟之前 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头 那就是著名的电驴之父 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听说过电驴 但是社长上大学那会儿 那可是大家都用的下载神器 通过分布式的文件共享机制 电驴可以实现高效的文件传书和共享 在2000年代初期广受欢迎 简直是爽偏神器 但同时也因为板前问题受到批评 曾经陷入过各种各样的法律纠纷 后来中国也有一个软件学习电驴 那就是快播 而快播的老板王欣 打架了恩人 为我们所有人都坐过牢 言归正传 到了2005年9月的时候 电驴的运营公司 被迫给美国唱片协会 赔了3000万美金达成和解 电驴也因此被关停 顺便说一句 这段陷入法律纠纷的经历 对杰德和后来的门头沟 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电驴被关停后 杰德只好想办法搞点别的事情做 杰德想啊想 突然就有了灵感 当时杰德正沉迷一个叫做 Magic The Gathering的卡牌游戏 于是他一拍脑袋 我干脆搞一个游戏卡牌交易平台好了 就这样 杰德注册了域名 Montgox.com 这也就是后来的门头沟 其实这个域名是 Magic The Gathering Online Exchange的缩写 很快 另外门头沟在游戏卡牌交易领域就小有成就 但杰德同时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游戏卡牌这个赛道太小众了 市场规模和潜力有限 所以杰德又开始思考门头沟的转型 他再次从自己的兴趣中找到了突破狗 身为技术极客的杰德 是最早关注比特币的那批人之一 他发现比特币去中学校的特点 和他当年开发的电驴理念是一样的 2010年比特币开始逐渐有点要火出圈的苗头 就在这个时候 杰德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买卖比特币非常麻烦 很多人想买比特币也不知道去哪里买 好不容易知道在哪买 也对繁琐的步骤望而却步 于是杰德决定把门头沟改造成一个比特币交易平台 他要做的事情说起来其实也简单 就是允许用户在门头沟交易所 可以用美元等法定货币直接购买比特币 2010年7月的时候 转型为比特币交易所的门头沟正式开始运营 作为最早的比特币交易平台之一 门头沟迅速吸引了大量用户 交易量不断增加 门头沟很快就成为了比特币头部交易所 这可把杰德乐坏了 可是乐不过三秒 看着门头沟比特币交易量越来越大 杰德逐渐觉得有点力不从心 而且杰德注意到 门头沟作为比特币的交易所 面临着复杂的政府监管和法律问题 他忘不了自己以前心爱的电驴 就是被法律搞死的 杰德很清楚 自己只是一个极客 完全没有能力去应对这些问题 于是他无奈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决定 把门头沟转手卖掉 就这样 2011年的时候 36岁的杰德把门头沟卖给了 比自己年轻10岁的马克·卡培勒斯 一位程序员同行 马克是法国人 长得很胖 因此大家都称呼他叫法胖 法国的胖子嘛 门头沟作为当时头部的比特币交易所 大家猜猜法胖花了多少钱才把它买下来 答案可能会让大家大吃一惊 几乎是零元购 是的 你没有听错 杰德几乎是把门头沟送给了法胖 他只是要求得到此后半年门头沟12%的收益 除此之外 别无他求 不过杰德为啥这么好心呢 因为他觉得门头沟已经是一个烫手山域 面临着很大的法律风险 所以杰德转让门头沟还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自己不再承担门头沟的任何法律责任 不对其发生的任何事情负责 从此以后 门头沟就变成了一家日本的比特币交易所 你可能要问了 法胖不是法国人吗 跟日本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法胖是一位可爱的技术肥宅 打小就爱看日本的动漫 对日本文化是非常的仰慕 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 法胖索性就移居日本 开始在东京折腾新事业 他的创业方向呢 也是和比特币区块链相关 得到门头沟的时候 法胖才26岁 可谓是年轻气盛 他决心带着门头沟大干一番 在法胖的带领下 门头沟高歌猛进 2011年3月 门头沟只有3000个用户 只过了三个月的时间 到了6月的时候 门头沟的用户数就暴增到了6万 2011年6月20日 正当法胖开始逐渐习惯 门头沟CEO决策的时候 第一波黑客攻击发生了 怎么回事呢 当时黑客黑进了 门头沟唯一的超级管理员账号 这个账号是由法胖本人管理的 拥有交易所的所有权限 黑客利用管理员账号 进入门头沟后台的系统 先是把17美元的比特币价格 修改成1美分 然后又用1美分的价格 买入了2000美元比特币 最后再以17美元的价格 卖给门头沟的用户 这次攻击虽然黑客只带走了 3.4万美元的收益 没有干别的 但是门头沟被黑客入侵 很快成为了当时币圈的头条新闻 重创了人们对比特币的信心 这让比特币社区陷入到了恐慌之中 为了重振人们对比特币的信心 当时很多币圈大佬出钱出力 还有技术大牛作为志愿者 飞去东京支援门头沟 但是让币圈震惊的是 当这些志愿者和门头沟团队 周末还在加班加点的时候 法胖却不在公司 那他去干嘛了呢 据说他去过周末 搞他心爱的烘焙事业去了 志愿者对法胖很是失望 我们特意飞来和门头沟共度难关 法胖你作为CEO却没不关心 不过这次风波 也没有给门头沟造成太大的影响 漏洞修复之后 门头沟很快就走出了 被黑客攻击的阴影 交易量是越来越大 逐渐成为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 占到了全球交易量的八成以上 但是舒达招风 门头沟同时也成了 黑客攻击的第一大目标 光是在2011年 门头沟就至少遭遇了 六次大型的黑客攻击 可神奇的是 就在黑客一波又一波的攻击中 门头沟的事业看上去却蒸蒸日上 与此同时 法胖个人也逐渐走向人生巅峰 2012年为了标准化和推广比特币 官方的比特币基金会宣布成立 川峰得意的法胖 成为基金会的创始董事 整个门头沟都洋溢着乐观的气氛 门头沟在吸引新用户 存储比特币方面越来越成功 新用户源源不断地 把他们的比特币存进门头沟 而每笔交易 都能为门头沟带来抽成收益 所以从账面上来看 门头沟一直在盈利 因为新资金的流入 远远超过 因错误和黑客攻击造成了损失 没有人注意到安全问题的严重性 后来的调查显示 整个门头沟交易所 以CEO法胖为首的团队 可以说是草台班子里的草台班子 门头沟不光不重视安全措施 而且管理十分混乱 连专业的会计人员都没有 虽然法胖本人就是一位技术极客 可是门头沟在发布新代码前 居然没有测试 此外门头沟也没有原代码的备份 在门头沟只有一个人 有修改代码的权限 那个人就是法胖 法胖在批准代码方面非常懈怠 即使重要的安全补丁 也需要几周时间才能获得批准 并投入使用 业务的迅猛发展 表面上的蒸蒸日上 不光掩盖了门头沟的安全问题 也掩盖了门头沟的法律合规问题 直到后来 美国执法部门的一次出手 成为了引发门头沟倒闭的导火错 2013年5月9日 美国联邦调查局搜查门头沟 理由是怀疑门头沟牵扯到一些暗网交易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美国有个著名的暗网交易平台 就规定只用比特币支付 而门头沟呢 又是当时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 所以自然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怀疑 前面说过 法胖接手门头沟的时候 也需要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但他其实并不确定门头沟 是否符合美国的法律法规 总之因为涉嫌触犯美国法律 美国执法部门 查扣了门头沟在美国银行的500万美元 更要命的是 美国还设置了禁令 禁止门头沟在一个月内接受美元 门头沟的美国业务被迫暂停 要知道美国用户可是门头沟最大的用户群体 紧接着日本这边的重拳又来了 日本的银行对门头沟实施了极端严格的限制 门头沟每天被允许的交易量 从30万笔骤降到10笔 你没有听错 只有区区的10笔 2014年2月初 有用户发现门头沟不光不能提现美元 就连转出比特币也不行了 2月7日门头沟暂停一切提现 2月23日 法胖宣布辞去比特币基金会董事职务 在同一天 门头沟删光了推特账户的所有帖子 2月24日 门头沟暂停所有交易活动 2月28日 门头沟在日本东京申请破产保护 3月9日 门头沟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 就这样 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 全球最大比特币交易平台轰然倒塌 弱大一个门头沟 咋就突然破产了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门头沟的用户之所以无法提出比特币 那是因为他们的比特币早就被黑客盗走了 据统计 黑客几乎盗走了整个交易所所有的比特币 大约85万枚 其中包括用户的75万枚 以及门头沟自有的10万枚 更讽刺的是 根据后来泄露的内部文件显示 这些比特币并不是一次性被黑客盗走的 而是从2011年首次被黑客攻击后 一点一点被掏空的 其实基础上 黑客是可以一次性直接盗走这些比特币的 那么为什么黑客没有这么做呢 因为如果一次性盗走这么多的比特币的话 会引爆市场 会导致比特币价格崩盘 好不容易到来的比特币 也会变得一文不值 于是黑客采用了缓慢的系统化的方式 耗尽门头沟的比特币 使其看起来像合法的交易 门头沟内部也不会有人察觉到有问题 鉴于当时门头沟在整个比特币市场的地位和占有率 它的破产 不仅使当时整个币圈成千上万的用户 损失了所有存于该交易所的比特币 也使得人们对比特币的信心严重受挫 比特币的价格开始剧烈震荡 跌幅达到36% 当门头沟宣布破产时 用户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他们将面临巨大的损失 抗议者聚一旦门头沟位于东京的办公楼外 社交媒体上也充满了愤怒的声音 有个人在大楼外站了两个多星期 举着牌子问 门头沟我们的钱在哪里 在这一切发生时 我们可爱的法胖有在干嘛呢 这时他躲进了东京的顶层公寓里 自我软禁起来 逃避外面的抗议 闲着也是闲着 他开始逐一检查救赎区库 记录和空钱包 没想到有意外之许 他发现丢失的85万枚比特币中 其实有20万枚并没有被盗 而是存放在一个救钱包里 由于糟糕的会计记录 黑客未能发现他们 法胖真是傻人有傻福 这20万枚比特币 也成了门头沟赔偿用户的基础 而门头沟用户也开始了 长达10年的漫漫维权路 他们通过法律途径 试图追回他们的损失 由于申请和审核过程非常复杂 加上比特币价格的波动 赔偿方案的制定 经历了多次调整 一直到今年的6月24日 才确定了最终的赔偿方案 也就是我们开头说过的 门头沟将从这个月开始 以BTC BCH加现金的组合形式 赔偿债权日 戏剧性的是 虽然门头沟的用户 等待了漫长的10年 但是也正是在这10年间 比特币的价格飙升 从当年的一枚五六百美金 到现在的一枚六七万美金 翻了一百多倍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当年门头沟的受害者 如今都算是因祸得福了 市场真的是羡慕嫉妒恨啊 因为就算门头沟不倒闭 99%的人也拿不到3000美金 就会卖掉 更别提7万美金了 由此可见 门头沟的兴衰并不是一场骗局 但是黑客公鸡管理不善 换运气 让这个比特币早期 最大的交易所灰飞烟灭 最后我们来看看 门头沟CEO法胖的罪欲罚 2015年8月 法胖因多项罪名 被日本警方逮捕 2016年7月 他被保释出狱 在里面的11个月时间里 法胖整整瘦了70多斤 一下成了法售了 2019年3月14日 法售被东京地方法院 判刑2年06个月 缓刑4年 法售被认定犯有篡改 财务记录罪 不过更严重的挪用 和贪污公款的指控被撤销 说完了门头沟和法胖的故事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 到底门头沟这次怎么赔偿 债权人会不会抛售杂盘币圈 下一期社长为大家详细解析 影片的最后 我要打一个小广告 下个月也就是7月27号 我将会在台北的松烟成品 举办一场新书分享会 就是这一本 移民日本生活片 这是我继移民日本不同产片 和创业笔记之后 在台湾出版的第三本书 到时候在现场 我会跟大家分享 我来日本创业生活的种种经历 此外我还特别邀请了 志祺七七来和我一起交流讨论 感兴趣的朋友 欢迎扫这个QR call报名参加 报名链接 我也放在了影片的说明栏里 另外在7月的28号 我还会在台北中校东路的 长景路美宇大厦 举办一场日本投资移民分享会 届时我会给大家介绍 我们最新的投资项目 也欢迎大家扫码报名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想听更多 关于日本历史文化和商业的故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社长刘洋 我们下期再见